第1192章春暖花开 富山论剑 面对叶振东的要求 陈青烟沉默了很久 但打出几个电话后 他答应了 当天下午 金院会所就过户到叶凡名下 地皮 建筑 物品 连带十几年积攒的名声 全都变成叶凡的了 看住搬离私人物品离去的陈青烟 又看看空荡荡的总经理办公室 叶凡脸上带着布姐望向叶振东 东说 你这玩的是哪一出 这金院会所可是陈青烟的心血 你这样把他抢到我手里 估计他更加恨我入骨 而且我有金智林就够了 要什么会所啊 这是叶净成他们地盘 随便打声招呼 会所就会门口罗雀 变成一个空壳子 虽然 金院会所连地皮带资产价值几十亿 但对于叶凡来说 还是不如管理金智林自在 当年我把一切东西都给了陈青烟 连老斋主那一点人情也用尽了 现在要 个金院会所 不过是拿回我失去的一部分 你安心替我收着就是陈青烟 他们恨你无所谓 反正拿不拿金院会所 他们都会跟你不死不休 不如先割他一块肉 叶锦诚他们打压也没事 顶多客人不来 但地皮和建筑却是真金白银 随时能卖个二十亿 如果你能顺利掌控金院会所 接收他这十几年来 得人卖 那么回报将是五倍十倍 这金院会所算得上一个情报交易地 很多外籍探子在这里活跃 利用好了 价值连城 叶震东脸上没有多少情绪起伏 背负着双手在办公室转悠起来 时不时还用脚踢一踢墙壁 看看里面有没有机关 那会所也该挂东书名下 叶凡无奈一笑 你把他送给我 无功不受禄啊 我孤家寡人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老了又有你养老 要这会所干什么 叶震东走过来拍拍叶凡肩膀 而且我怎么也是十六鼠负责人 刚上任就多一处会所 容易让人说闲话 他还有一句话没说 那就是对叶凡的弥补 如不是他当年保护不利 叶凡又怎会在外面吃苦二十多年 叶凡无奈一笑 大家都知道你我关系 挂我名下一样可以说闲话 叶震东悠悠开口 我可以耍赖不认 无凭无据 也就无人能耐我和叶凡 微微眯起眼睛 他感觉叶震东有些变化了 不再是一个只会执行任务的 杀人机器了 多了一丝烟火气息 也多了一抹老谋深算 对于杀人机器来说 一旦有了思想 那么杀伤力会暴涨无数倍 叶凡也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不过他很清楚 那就是叶震东真心呵护他 这就足够叶凡无条件支持他了 东书 这会所虽然只点钱 但你真要为了他 而放出叶金锋他们吗 叶凡话锋一转 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对头 也是叶进城的帮手 他们出来 他会继续给咱们找麻烦 如果能关注 我当然希望关押他们到死 只是压力太大 关不住叶震东 也没有对叶凡隐瞒 这些含着金钥匙出声的人啊 如不是人神共分的死罪 那就迟早能够出来 这一个月 至少有一百个分量不小的人 为他们求情 还有二十多个人 直接把电话打到我手机 就连死亡也是隐而不发 对门主逼宫 叶飞扬他们不放不行了 当然 换成以前的我 或许会不管人情事故 强硬关押 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却觉得没必要 为几个小人物死磕到底 而且叶飞扬他们迟早要放 提前放到他们换取金钥会所 也算是一个划算的交易 他 又是一搂叶凡的肩膀 东叔已经老了 不再是从前那个少年了 骨头变软了 叶震东还想告诉叶凡 放掉叶飞扬他们 也是自己计划 但话到嘴边 还是收了回来 他不再是那个从前少年 却希望叶凡不忘初心 叶凡苦笑一声 东叔说笑了 能屈能伸 也是大丈夫 他们出来 你也不用担心 叶震东又安抚着叶凡 连洛飞花和陈青烟 都算计不了你 杨破局 他们又怎能伤害到你 而且我还会把 齐青梅放出来 这个被少壮派 和齐家抛弃的替罪杨 不仅冰雪聪明 还充满着怨恨 他的回归 会让宝城充满不安 他笑容变得玩味 这一颗棋子 你必要的时候 可以利用起来 这也是一把杀伤力 巨大的刀啊 叶凡轻轻点头 明白 好了 该说的说完了 我该回去办事了 叶震东一笑 不把叶金锋 他们放出来 陈青烟估计会堵死 我那个院子 经院会所的事情 就你自己搞定了 人手不够 可以找位红巢 他们几点人 反正你跟秦无忌 何谓秦虎叔 他提醒住 叶凡 再不行 从你大本营中海 调点人手来 叶凡感觉一阵头疼 东书放心 我会妥善安排 光感司令 叶凡一时 也不知道 怎么掌控全局 他寻思送红颜再就好了 肯定能把事情 安排得妥妥当当 让自己做个甩手掌柜 对了 九千岁 让我给你带句话 叶震东向门口走去 走到一半 他突然想起一事 随后扭头向叶凡笑道 他原本要带你参加 杨国今年的天交大会 挑战杨国舞蹈榜的 十大青年高手 杨国清楚年轻一代 没有人是你对手 担心你跑过去 大开杀戒 就打着大流感影响的幌子 无限期延后今年大笔 所以九千岁 要我转告你 让你再等些日子 等待春暖花开 直接参加杨国的复山论见 他笑了笑 杨国不肯给 你打脸年轻一代的机会 你到时就打脸杨国 整个舞盟的脸 叶凡文言一笑 好 春暖花开 复山论见叶震东离去后 叶凡靠在老板椅上 揉着脑袋 寻思如何接管经院会所 突然 他一拍脑袋 把电话打给了魏鸿潮 魏少 把小阿翘给我带过来 第1193张黑市 叶凡原本要魏鸿潮 把小阿翘带到经院会所 但私立议会后 还是换了个僻静地方 晚上十点 他出现在魏鸿潮的 复仇号游艇上 复仇号冲攻后 魏鸿潮就给自己游艇 取名复仇号 彰显自己的战绩和荣耀 叶凡的身边 还多了两个人 一个是独孤商 一个是从苗城赶赴过来的苗蜂王 最近暗波汹涌 还有陈龙这个隐患 叶凡就把苗蜂王调过来 同时给他进一步治疗 苗蜂王傻乎乎的样子 看起来天真无邪 但手里把玩的雌胸双头蛇 却让人心悸 魏鸿潮看到苗蜂王 也是生出忌惮 当叶凡在露天沙发坐下 喝了两杯红酒时 小阿翘也被魏鸿潮丢到叶凡面前 只是一些日子不见 昔日冷酷高傲的女人 就像是一朵枯萎的玫瑰 憔悴和暗淡 她是陈青烟的红人 可这么多天都没被救出去 她也就清楚自己踢到铁板了 很大概率会湿沉大海 只是看到叶凡出现 她眸子依然掠过一抹寒光 你究竟是谁 叶凡 叶净成的仇人 陈青烟的仇人 洛飞花的仇人 叶凡笑着回应 随后话风一转 也是金院会所的主人 金院会所的主人 小阿翘止不住冷笑一声 这怎么可能 会所是东王夫人十几年的心血 她怎么可能把她送给你 而且你刚才说了 你是东王夫人敌人 你还杀了她不少人 更是囚禁了我 夫人怎可能还把宝贝给你 她一脸不相信地看住叶凡 你想 干什么就开门见山吧 没必要说些荒唐可笑的话 证明你厉害 金院会所今天更名了叶凡 端住红酒一笑 陈青烟他们确实是我敌人 也确实不可能好心送我东西 只是她没有办法 她要拿金院会所换回宝贝子叶金峰 不相信可以看看工商局上面的讯息 她把一个平板电脑丢给小阿翘 魏洪潮也笑容深邃 你被关押的这些日子 金院会所可是发生天翻地覆变化 小阿翘不相信的拿起电脑查看 发现金院会所果然换了主子 她翘脸止不住一遍 她知道金院会所对陈青烟的重要性 现在转让给叶凡显然是吃了大亏 而且还无法翻脸的那种 只是这小子凭什么压过东王夫人 他面如死灰 正意味着即使他活下来 也失去了打拼出来的根基 良久 小阿翘抬起头望向叶凡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想要干什么 我刚刚接手金院会所 暗波汹涌 不好掌控叶凡目光温和盯着小阿翘 必要的时候 肯定免不了见血 我是一个医生 总是不好天天杀人的 卫少也是叶唐人 也不方便当众杀人放火 所以 我需要一条专门帮我咬人的狗 谁敢忤逆我 这条狗就咬死谁 我看谁不顺眼 这条狗就咬死谁 而且我还需要这条狗 评级他的丰富经验 协助我掌控金院会所的人脉 叶凡简单粗暴 我觉得你很适合做我这条狗 他一度想不把金院会所 交给为红朝打理 但想到他也习惯做甩手掌柜 叶凡就打消了念头 而且金院会所掺杂 落成其三家势力 为红朝未必能够摆平 听到叶凡的话 小阿俏脸色巨变 你这是要我做叛徒 高估自己了叶凡淡淡出生 其实就是一条狗 你 小阿俏勃然大怒 想要挣扎起来 却被为红朝一脚踩倒 叶凡 王八蛋 我告诉你 我小阿俏是讲义起的人 我是不会背叛夫人 背叛兄弟 背叛姐妹的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我要是皱一下 眉头 我就是狗养的小阿俏 保持着最后的强势 是男人就杀我了 杀你太简单 只是你还有榨取价值 我又怎舍得让你死呢 叶凡向苗蜂狼微微偏头 为他吃一条虫子 一条不够 那就两条苗蜂狼 二话不说上前 手指一曲一弹 一条虫子到了小阿俏嘴边 小阿俏生出一阵恶寒 赶紧闭上嘴巴 可是虫子却搜一声 从鼻孔钻入了进去 片刻之后 他就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不断翻滚 杀猪一样凄厉 叶凡却看都没有看他 端住酒杯来到甲板前端 看住璀璨的海岸 微微发呆 叶绍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风光了 魏红朝也走了过来 拿着酒瓶 给叶凡倒上半杯酒 你不仅在宝城站稳了脚跟 还开支散叶 有了自己人脉 背后还有叶震东支持 今天更是拿下的金院会所 幸亏你只是赵明月前儿子 如果你是他丢失的儿子 只怕叶家要掀起轩人大波 他打去一句 你现在算得上 宝城今年最风云人物 叶凡笑了笑 对于宝城 我就是一个过客 比起这里的多姿多彩 叶凡还是更想待 唐若雪回龙都过安稳日子 过客只是你自己以为 很多人都把你当成了劲敌 为红朝笑了笑 一叶进城的性格 如非真没法子对你下手 他是不可能这么安分的 当然 也可能蕴含着更大阴谋 他神情犹豫着开口 但这概率太小 他正是上位的时候 不会再轻举妄动上位 叶凡想到那天 跟叶天东监鱼的对话 嘴角勾起了一抹糊度 你们啊 真是太年轻了 四王誓言 让鱼有滋有味 七老是游 让整条鱼变得滑润 少壮派则是姜葱 辛辣 却激活着整条鱼儿的鲜味 每一种调料 都觉得自己左右住鱼儿口感 殊不知 最终口味还是烧鱼的人 才能决定 为红朝微微一愣 有些不解 不过也没有追问 话锋一转 对了 我已经全面通缉 陈龙和熊天郡了 我还让人调看了 此行斋附近的监控 不过暂时没有找到他们踪迹 海面我第一时间封锁了 他很是歉意 他们应该还藏在宝城 只是三千万人口的城市 挖出两个人 需要不少力气 叶凡喝入一口酒 没事 我迟早会跟陈龙 算这一笔账的 魏红朝眼里迸射光芒 熊天郡真是王八蛋 我们这样对他 他却摆我们一道 叶凡目光带着一抹惆怅 也不知他背后究竟是谁 放过我 放过我 我愿意做狗 我愿意做狗 就在这时 小阿翘扛不住了 发出一声淒厉喊叫 我还知道 经院会所一个秘密 他有一个地下室 他叫黑市 里面藏着很多 势力的黑料 是陈青年最大的财富 第1194章 酒醉泄密 凌晨两点 叶凡带着小阿翘 他们返回经院会所 他先是让位 红朝定格第七栋的监控 然后又让苗风狼 迷晕几个会所守卫 折腾一番 一行人最终 进入地下第三层密室 叶凡一看顿时惊讶 眼前密室非常壮观 不仅摆放着36个铁架子 上面还堆满着一份份资料 资料全部用档案袋装住 还写着日期和名字 架子也是以各大地区分开 看起来跟官方档案馆差不多 叶凡稍微估算 感觉这里至少一千份档案 经院会所开张以来 甚至没开张之前 夫人就寻思掌控各方势力的黑料 小阿翘咳嗽一声 于是用尽各种手段 把有价值的客人黑料都挖出来 夫人是记者出身 除了用存储卡备份之外 也会用档案形式进行保存 觉得这样稳妥一点 这些资料 是他跟叶震东在一起开始后 就积攒的 他 每个月会送一批档案进来存着 上次他有及时脱不了身 就给我位置 钥匙和密码 让我把几份档案放进来 我 现在把它爆料给你 希望你能让大个子 把虫子弄出来 他止不住又是一阵前偶 千万不要在我肚子里缠乱 小阿翘也是残酷冷漠之人 杀过人 也被人砍过 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只是苗蜂狼的手段太过可怕 虫子不仅在他肚子翻江倒海 撕咬的他剧痛不已 还时不时在喉咙和鼻子穿梭 这让小阿翘生不如死 特别是听到苗蜂狼说 虫子正在怀孕 很可能在他肚子产卵 小阿翘就彻底失去死磕的念头 一肚子的虫卵 想一想他就崩溃 叶凡淡淡开口 放心吧 你还有价值 我不会让你死得 魏红朝靠近书生 这些黑料价值连城 也算是陈青烟这些年的 最大财富 他怎么离开 使不运走 第一 金院会所一主时间太快 陈青烟来不及安排 叶凡一边前行 扫拾着档案带 一边漫步精心开口 第二 这地下室足够隐秘 算是地下室中的地下室 如不是小阿翘这种亲信 没几个人知道这地方 第三 这么多档案 起码要五六辆车子运走 目标太大 容易引起我和叶震东的好奇 第四 在陈青烟眼里 我估计就是金院会所的过客 他会很快落回陈青烟手里 所以没必要运走可惜 他千算万算 没算到小阿翘还活着 更没算到硬骨头小阿翘 会向我投降他淡淡一笑 这就是他的命笑 阿翘脸色 狠 是难看 感觉叶凡羞辱了他 只是他不敢反驳 站在身边的苗蜂狼 对他身心有着绝对的碾压 有道理 魏红朝文言孝主点点头 随后顺手拿起几份档案 打开扫事 A年C月 巫国三王子图图哈赤 会见三大国际银行主事人 意图得到3000亿资金支持 夺取王位上尉 报答条件是允许三大银行 控股猛国铁路 对金矿和铁矿开采 具有优先权 W5年X月 向国反对派联盟攀龙 跟亚历山大兄弟接头 意图购买5000万美金枪械 用于驱赶 向国刚明选出来的主事人 瑞国七王子爱德华 怀疑隐心娇妻 黑泽云娇出轨 接洽意外杀人组准备出口 恶气 念到这里 为红朝翻一番各份资料的文字和照片 脸上露出一抹感慨 这陈青烟不愧是记者出身 挖人黑料不亚于我们情报组 我知道他不是花瓶 没想到手段如此过人 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小瞧陈青烟了 以为那女人 就是靠着新旧东王发家 然后利用女人魅力迷惑齐横这些人 现在看来 陈青烟还是很有手段的 小阿俏哼出一声 夫人没点道行 早被你们男人欺负死了 为红朝耸耸肩膀 走快几步 随后望向叶凡问道 叶少 我们现在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直接叫车子运走 这些东西如果捏在手里 运用好了 以后不仅可以裁员广进 还能积攒一批强大人脉 为红朝还看得出 陈青烟这些年顺风顺水 几乎没有动用过这些档案 因为近千份档案中 只有三份标记一用 这么多档案 没有两个小时清空布了 而且会所都是陈青烟的人 一旦搬运很容易被察觉 叶凡轻轻摇头 到时陈青烟强势过来抢走 咱们可是 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继续放着 魏红朝神情犹豫了一下 但那样也会有风险 尽管陈青烟手里已经有存储卡备份 可保不准他嗅到危险突然过来运走 陈青烟这女人生性多疑 谁也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干啥 我们要的是黑料 又不是要这些纸 不需要搬走 也能获取他们叶凡手指 一点他的手机 你手机里面的摄像头 是用来干嘛的 你赶紧和独孤商他们 用手机拍照 他笑了笑 抓紧时间天亮之前 把档案拍完 魏红朝一拍脑袋 随后就带着独孤商和小阿俏他们忙碌开来 叶凡则在档案中间慢慢穿梭 扫拾一份份资料 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突然 他站在最后一份泛黄的档案带 有些古旧 有些破烂 显得年代久远 却让叶凡生出兴趣 唐三国 他伸手拿出了档案 档案很早 所以很不规范 只有简单几张照片和一页纸 而且地点不是金院会所 是一个狭小的旅馆 新年新月 唐三国再度抵达宝城 会见赵明月后高兴大罪 泄露赵明月将回敬为他复仇 叶凡心神一颤 他眼里有着说不出的惊讶 怎么都没有想到 当初传闻赵明月回敬内主持公道的人 就是唐三国 如果赵明月从来没有这个心思 那就说明传闻就是唐三国故意放出去的谣言 这一图很清晰的是急刀杀人 看来唐三国当初是认定赵明月之情不报 事后又不肯砸锅卖铁帮忙 所以希望利用各方的手 袭杀全是正上的赵明月 然后再用叶唐的手报复各方 这也就对得上乌一项那批黄金的雇主了 叶凡死死盯着这一页纸 很不希望他是真的 因为他会割裂赵明月对唐三国的最后一点情谊 可他也清楚 陈青烟不可能想到自己来这里 也就不可能弄一份假情报等住自己 叮 就在这时 叶凡手机嗡嗡震动 他拿起来接听 很快传来赵明月焦急的声音 叶凡 不好了 弱雪摔跤流血了 你快来保尝医院 第1195章A三血型 叶凡带着独孤伤和苗风狼赶到医院时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赵明月和唐七他们正在急救室门口徘徊 他们脸上的焦急一下子让叶凡感觉到事态严重 叶凡赶忙跑到赵明月身边 夫人 唐七 弱雪究竟发生什么事 弱雪半夜 起来去洗手间 不小心滑了一跤 痛得在房里都快哭起来 赵明月看到叶凡出现松了一口气 随后赶忙向叶凡解释 我跑到她房里一看 发现她手脚摔伤 脑袋也磕出血 最揪心的就是身下出血 我看情况不对劲 担心她和孩子出事 就带着唐七和家庭医生 把她连夜送到这里来 值班医生正对她进行急救 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叶凡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说好照顾若雪的 结果这两天总是外出 晚上也没睡 在若雪旁边照顾她 赵明月很是自责 希望不要有事 不然我真是没脸见你了 这是叶凡的孩子 也是她的孙子 现在这个样子 她感觉很对不起叶凡 夫人 这只是一个意外 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没必要自责看到 赵明月愧疚的样子 叶凡微微一愣 暗呼叶夫人真是善良 随后轻声安抚 要怪责 也是我怪责 是我没有好好陪在她身边 放心吧 若雪一定不会有事的 安抚赵明月之余 叶凡眼睛却不受控制 瞄住急救事 挪着脚步 想要冲进去看一看 只是她捏出银针 走出两步又停下 差一点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孕妇竞争 孕妇竞争 她怎么就忘记了呢 关心则乱 叶凡知道自己乱了分寸 暂时不适合给 安抚叶凡 她一定可以让 若雪平安无事的 墙壁的石中一圈一圈转着 滴滴答答的让叶凡恨不得打抱 叶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感觉 时间如此缓慢过 她清晰的旁扶 点点滴滴 都在她指间飘过似的 明明只过去了十分钟 叶凡却感觉旁扶过去了十年一半 担心和恐惧 不断地吞噬着她的理智和冷静 叶凡感觉到了一种 极其沉闷的压抑 这堪比她当初听到沈碧琴 严重胃溃疡时的急躁 手术越久 越表明情况不乐观 叶凡心里不断地喊母子平安 就当叶凡忍不住 要去急救室看一看时 急救室的大门 砰一声被打开了 一个俏离医生 带着疲惫走了出来 赵明月和唐七靠了过去 叶凡也触电一样冲前 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她担心听到不好的消息 最终 还是赵明月问出一句 慕容医生 我儿媳妇情况怎样啊 叶夫人 唐小姐情况很微妙 俏离医生忙恭敬回应 我们虽然控制住她病情恶化 但她血崩需要大量输血补充 叶凡心里一颤 旋风一样冲入急救室 很快看到脸色苍白的唐若雪 她一把挡开护士他们 伸手给唐若雪把脉 没有多久 她又从病房冲了出来 就如俏离医生所说 唐若雪现在可谓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如果补血及时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无法大量输血 搞不好就会一尸两命 叶凡无法对唐若雪施展银针 残存的一片白芒 也只能护住心脉 最终还是需要输血解决问题 而她医术过人 却无法凭空造血 叶凡对助医生住击喊道 输血赶紧输血 不管多少钱 都给我马上输血 赵明月也点头 对啊 小徐 要输血就输血 保证医院这么大 血库不会没血吧 夫人息怒 我们也想输血 但唐小姐的血型 是非常罕见的A3慕容医生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今天之前 整个神州只有三个人 可谓是五一分之一 赵明月止不住一愣 A3血型 什么意思 我怎么没听过这血型 对啊 弱血的血型是 A 怎么变成A3了 所以让她变成了A3血型 慕容医生解释一句 造成这种原因 很可能是唐小姐 以前骨髓移植 或者被别人输血导致 赵明月不耐烦了 你别给我解释这些了 你就直接说你的意思 夫人 很对不起 这种万中无一的A3血型 我们这里没有一点储备 慕容医生很是惭愧 看住赵明月 整个宝城 乃至神州全部医院 都没有一点存货 赵明月翘脸瞬间凝重 叶凡打了一个机灵问道 你说神州只有三个人 是A3血型 那就是说 还有三个人可以抽血 有 没有他们的讯息和地址 我派人把他们接过来 一桶一千万都没有问题 他眼里有着一抹希望 医生 你快把他们电话给我 我马上派人跟他们联系 第一例在南藏 第二例在西江 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 还时隔五年以上 慕容医生神情犹豫住开口 你们怕是很难找到他们 而唐小姐又只有三个小时 这段时间 她必须得到补充 否则会出现休克 甚至濒临生命危险境地 不过也是可以试一试的 我马上让护士调出资料给你们 看到叶凡脸色阴沉 翘立医生忙一转化风 打电话让人把血型资料送过来 不等叶凡说什么 赵明月就一把抢了过去 拿出手机让人去安排 不惜代价要把他们请来保证 叶凡突然想起一事 医生 你不是说三粒吗 还有一粒在哪里呢 还有一粒 其实就在保证 慕容医生神情犹豫了一下 不过我们 你们甚至夜堂 都不可能拿到赵明月声音一尘 这个人是谁 叶凡也眼睛发亮 是谁 压力巨大 慕容医生眼皮一跳 挤出三个字 老摘住 第1196章 遗迹佛号 走 凌晨四点 叶凡让独孤伤留下保护唐若雪 自己带着苗风狼冲向门口车子 他手里还提着一个医疗箱子 里面有抽血的各种工具 赵明月追上来 喊出一声 叶凡 你去哪 我去慈航斋找老斋主 叶凡头也不回 我已经封住了若雪的心脉 他能多撑两个小时 我要尽快找到老斋主帮忙 现在唐若雪的问题 也不是伤势问题 而是要输血补充 一条鱼 诊治得再好 没有水 他也活不下来 叶凡 我知道你救人心切 只是老斋主这条路 几乎是无用功啊 赵明月跑过来 拉住叶凡劝狗 先不说你跟慈航斋恩恩怨怨 就是老斋主他们跟你没有纠葛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给你抽血啊 而且老斋主八十多岁的体质 他又能抽多少血给你呢 咱们还是等一等吧 我已经让叶震动帮忙 动用十六鼠力量 找到境内两个A三血型的人 他补充一句 很快就会有他们消息 只要一找到人 我就安排专机让他们飞往宝城 来得及就弱血 我相信十六鼠能找到他们 只是未必能短时间找到 叶凡知道赵明月关心自己 脸上有着一抹温暖 随后一握他的手开口 南葬 西江都是地广人西之地 有些人取一个快递上一个网吧 要近百公里 一时半会很难锁定他们 而且资料是五年前留下的 现在住不住原地 或死 或生都不知道 所以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去找找老斋主 京城所至 京时为开 说不定就能打动他 就算无功而返 我也要试一试 不然对不起弱血母子 叶凡语气很是坚决 随后就毫不犹豫上车 像是历剑一样 窜向刺行斋 赵明月眼皮直跳 想要说儿子不知死活 却又疼惜他这种义无反顾 刺行斋很大 不仅占据好几座山峰 还见了184 要找一个人不亚于登天之难 不过叶凡手里 有叶震东提供的线索 所以很快锁定老斋主所在的通天古寺 叶凡让苗峰郎停在车里等自己 随后他就推开车门 走向通天古寺 虽然天色还没有亮 但四里人员已经起来 灯火亮起 在这凌晨有着神秘的美 冷风中 又阴阴有钟声饭场传出 让叶凡烦躁的心安宁了不少 通往通天古寺的是108阶梯 阶梯上面残存夜晚凋零的落叶 镜头庞大山门打开 没有人防守 看得见幽静庭院和佛殿 佛塔 走上去 穿过入口庭院 穿过佛殿 经过佛塔 就是老斋主的清修禅房 通天古寺看起来安静祥和 山门洞开 可以随意进出 但叶凡清楚 不是人人都感越雷池一步的 叶凡也感受到一股威压 不过深呼吸一口气后 他还是踏上阶梯 向山门靠了过去 为了唐若雪母子 就是龙坛虎洞 叶凡也要闯一闯 搜搜搜 叶凡刚刚站在山门入口 就看到幽暗中黑色一颤 接着几道人影飞绿而来 三把长剑横在了叶凡面前 施主 一声轻悦声音响起 雌行斋重地 非请侮辱三名年轻女子 挡住了叶凡的去路 三十多岁的年纪 甜淡 平和 却不乏强大 三位师姐 在下金智林叶凡 叶凡忙谦卑有礼打着招呼 我是来找老斋主的 我有人命关天的事情求见 希望他能援手一把救人 施主 不好意思 老斋主清修 非他本人召见 谁都不能打扰一个年长的 轻衣女子开口 你如果有要紧的事 可以去找支克僧 或者圣女通天寺 算是慈行斋里 至高无上的存在 因此叶凡跟慈行斋的恩恩怨怨 并没有完全波及到 这些轻衣女子 他们对叶凡也就客气 施主 请下山吧 不是啊 这件事只能老斋主 解决叶凡的急出生 除了老斋主 圣女也无能为力 圣女无法解决 慈行斋也就无法解决 轻衣女子声音 对不起 你还是请回吧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前来找老斋主 寻求帮忙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谁都能进去见老斋主 估计通天寺会被击破 不行 无论如何 我都要见到老斋主 叶凡牙齿一咬 施展出迎风柳步 请客从三女中间闪掠过去 三女脸色巨变 似乎没想到叶凡胆子 这么大敢乱闯 更没有想到 她身法如此诡异飘忽 站住 轻衣女子 她们几乎齐齐出剑 像是流星一样 追咬住叶凡过去 又急又狠 叶凡没有跟她们纠缠 身子一纵 拔高 然后踩住她们刺来的长剑 双脚用力 长剑当一声断裂 叶凡也急着这鼓励到 弹起 飞入通天寺里面的院子 停下 叶凡双脚刚刚落入前院 院子几个角落的飞檐下 就同时闪出了六道人影 这六女都是灰色衣衫 四十多岁的年纪 六张庄严微重的脸上 都有一双深邃浩瀚的眸子 此刻这六双发亮的眼睛 全都凌厉一般瞪着叶凡 还第一时间包围叶凡 叶凡 叶凡也急 此行斋高手 果然不可轻视 啪啪啪 只是心里虽然有些惊讶 脸上却不动声色 右脚猛低一多 草皮和泥土打了过去 铺天盖地 叶凡没有再浪费时间 她知道这些人 不会让自己见老斋主 所以直接动手来得实际 六女没想到 叶凡突然出手 还是使用坡土这样的阴招 下意识身子一挪 避让出去 嗖嗖嗖 叶凡没有停歇 右脚又点出几颗碎石 分别击向神情难看的六女 六女刚刚拍掉泥土和草屑 就见碎石击射过来 忙喝叫一声伸手拍打 砰砰砰 石头被六人先后击落 只是六女掌心也疼痛不已 齐齐暗呼叶凡力量雄厚 嗖 就是这一个空荡 叶凡从草地上滑了过去 从他们缝隙中窜了出去 然后迅速往前奔跑 混蛋 六女连连晃动疼痛的右手 恢复几分力气后追击叶凡 叶凡动作力索把六人甩掉 像是猎豹一样继续前冲 很快拉近自己跟目标建筑的距离 站住 就在这时 一个苗条的白衣身影从佛塔扑下 宛如仙女下凡一样落向地面 喝声中 他长袖突然挥出 飘忽如流云 晋急如闪电 缠向叶凡的脖子 对方这一柱非绣弓既可刚也可柔 柔可卷夺对方掌中冰刃 刚能一柱乐断对方的脖子 靠 感受到危机的叶凡微微张嘴 同时身形冲天而起 敏捷躲过了对方这一扑击和绞杀 白衣女子一招击空 果然好伸手 怪不得能来此行斋撒野 扑 翻滚出去的叶凡没有回应 只是抓起旁边一个香炉砸了过去 弹箱飞射 香灰四箭 白衣女子脸色一变 只能眯眼后退 避开铺天盖地的灰尘 饶势她速度够快 身上还是沾染了一些香灰 衣衫也烫出几个洞 白衣女子翘脸韵怒 拍掉身上火星后要反击 却发现叶凡早逃之夭夭 叶凡 迅速逃开慈航斋高手纠缠 速度极快穿过院子和大殿 然后冲入了后院 很快 她就看到一处古色古香的馋房 没有任何标记 也不见奢华 还洞开了黑乎乎的房门 叶凡辨认出是老斋主清修之地 脸上一洗就要冲过去 阿尼陀佛 就在这时 一记佛号从禅房淡漠传出 还伴随一股强大气息 这股气息浑厚厚重 但又显得宁静沉淀 它就宛如一片汪洋大海 令人置身其中生出压抑感 有种陷入上天无门 入地无路的绝境 叶凡所有动作瞬间停止 老斋主没有动手 只是一记佛号就束缚住叶凡 就如深山猛兽一样 不须扑击 第1197章 不得不死 嗯 房门无声再开 让禅房变得更加忧深 叶凡眼皮一跳 感觉虚空中 一股磅礴力量 向他抓了过来 庞扶如来佛的手 攒住了孙悟空 一股说不出的窒息感 让叶凡大汗淋漓 脸色苍白 只是叶凡没有任人宰割 咬牙停住了身子 释放出一股 宁折不屈的强势 他抢我更强 如果说叶凡之前 只是还没出窍的宝刀 那么此刻 他就是一把锋芒毕露的 绝世神兵 呼 那股厚重的浩然气息 彭扶被叶凡瞬间 撕裂了一道口子 再也无法对叶凡的心境 产生丝毫影响 赤子神医 一武双绝 撑不起我一记听不出 感情的沧桑声音 从禅房传出 叶凡 你让我很意外 你算是年轻一代 唯一能挡住我威压的人了 假以时日 你的武道成 一定精振天下 很大概率 高于那条半路出家的狗 他罕见露出一抹欣赏 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苗子 叶凡忙送了一口气 谢谢老斋主赞誉此刻 白银女子等人 已经赶赴到叶凡身后 手持利器 杀气腾腾盯着叶凡 只是看到洞开的禅房 他们又赶忙退后几步 收敛杀意 毕恭毕竟低头 他们显然知道 老斋主被惊醒了 叶凡 你跟叶唐的恩恩怨怨 跟雌行斋的打打闹闹 我没有兴趣理会 老斋主话锋一转 狮子妃也会 全权处理好此事 但你今天 擅闯通天谷四一事 你就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老斋主语气很是淡漠 如果不能让我满意 我就让叶天东 赵明月他们 给我一个交代扑通 听到老斋主的问责 叶凡毫不犹豫跪下 老斋主 今日鲁莽闯入 不是叶凡想要得罪 而是人命关天 叶凡逼不得已 才冲进来冒犯老斋主 他咚咚咚三个响头 表示自己歉意 看到叶凡这个样子 白衣女子 灰衣尼姑 轻衣女子 她们神情缓和些许 眼中敌意 也无形中削减 老斋主淡淡开口 叶神医一五双绝 富可敌国 人脉通天 还有你解决不了的事 我妻子唐 若雪不小心摔倒 血崩让身体流血严重 威胁住他和胎儿的性命 叶凡抬起头 揪心揪肺地开口 而他的血 又是极其罕见的A3血型 整个神州 乃至国外都没有库存储备 具有这种血型的人 也屈指可数 弱血现在情况 危急 虽然我护住了他的心脉 但必须尽快得到A3血输入 不然很可能一失两命 时间紧迫 我没有法子 只能厚住脸皮来求 老斋主 希望老斋主能够援手一把 他又东一身磕头 只要老斋主能够救人 就是把叶凡碎尸万段 我也无怨无悔 放肆 没等老斋主出生 白衣女子就窜了上来 一脚把叶凡踹飞出去 叶凡 你脑子进水吗 找老斋主输血 先不说慈行斋跟你恩怨不休 也不说双方无亲无故 就说老斋主这个年纪 你也好意思让他输血 你妻子是命 老斋主就不是命 他又是一个剑步上前 一巴掌打在叶凡脸上 滚 惠一女子他们也都齐齐呵斥 滚 叶凡先是跌飞四五米 吐出一口鲜血 接着脸颊又一痛 多了五个指印 只是他没有抵抗 换成他在慈行斋立场 只怕也会拳脚相交 让八十多岁的老人输血 实在是大逆不道 老斋主没有出生 没有恼怒 也没有阻拦 似乎饶有兴趣 等着叶凡应对 我知道对老斋主很冒犯 只是事关他们母子 无论如何 我都要试一试 叶凡擦掉血迹喊道 老斋主 只要你援手一把 我一定铭记你的大恩大德 哪怕做牛做马都行 而且我不需要抽很多血 只要三百毫升就够 有这三百毫升补充 我就能让弱血的血 重新进入正轨运行 老斋主 希望你能帮帮我 对于叶凡来说 只要三百毫升的血 他就能让唐弱血 如鱼得水一样平安没事 三百毫升 叶凡话音一落 白银女子又是啪一声一巴掌 毫不留情打在叶凡脸上怒道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 约为四千到五千毫升 安全的限血量是一次两百毫升 最多不过四百毫升 你让老斋主给你三百毫升 你是想要老斋主死吗 让八十多岁的老人 抽三百毫升的血 白银女子如非没有老斋主指令 不然一巴掌就把叶凡拍死了 叶凡没有捂住脸 没有反驳 只是目光哀求 看住缠房 老斋主 帮帮我轻银女子 他们也都很生气 恨不得上来痛揍叶凡一番 这些年 他们见过无数个要老斋主帮忙的人 但像叶凡这样疯狂的家伙 却还是第一次见 白银女子跟住出声 师父 不用理会这种疯子 我把她丢出山门 她伸手要拉叶凡的衣领 准备把她拖出去 丢山下 徐直若 助手 老斋主淡淡喝止白衣女子 佛门禁地 不要打打杀杀 白衣女子身去一颤 收敛怒意 退后几步 师父教训的是 直若明白叶凡嗅到一抹转机 忙冲过去又跪在门口 叶凡 如果我不帮你 你是不是就要发飙 大闹刺行斋 老斋主对住跪在门口的叶凡 淡淡开口 甚至冒险拿下我抽血 给你妻子输血 叶凡不敢 叶凡咳嗽一声 一是叶凡打不过老斋主 对老斋主动手 完全就是自取其辱 二是老斋主就人是勤奋 不就是本分 三是让老斋主输血 叶凡已经不算东西 在刀兵相见 叶凡就畜生都不如了 弱雪他们也不会接受 我靠穷凶极恶抢来的血 叶凡很是坦诚 所以我只能恳请老斋主 成全老斋主平静开口 我不成全你 你又找不到血 你岂不是眼睁睁看着妻儿死去 他们死了 我会跟住他们一起死 毕竟是我没照顾好他们 叶凡神情多了一次碍然 只是一起死之前 我要尽百分百努力 比起死亡 我还是希望他们感受 这世界的美好 他真心希望 孩子能够平安出世 看看这繁华世界 现在的你 功成名就 富贵荣华 正是最得意 最风光的时候 老斋主轻声一句 你会跟住他们一起死 叶凡毫不犹豫点头 会 老斋主补充一句 你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包括你的财富 自由和生命 叶凡斩钉截铁 只要不涉及叶凡底线 我愿意付出一切能够付出的老斋主 又是一生 救了唐若雪母子 让你离开他们 你能做到 叶凡咬着嘴唇 能 老斋主没有出声 他似乎想起了自己的情根深重 想起了自己的无愿付出 想起了自己的至死不渝 和其相似 禅房重新陷入了沉默 只是掠过的尘封 让院子多了几分呼啸 庄指若他们跟住沉寂 一言不发 叶凡也没再多嘴 安静跪在门口 等待着老斋主的最后判决 成全或者死亡 一念之间 天色渐亮 一缕阳光破云而出 刺入了幽暗的禅房 So 几乎同一时刻 一物飞射而出 落入叶凡的怀里 接着 老斋主沧桑威严的声音 渐行渐远 叶凡 记住了 你欠我一个天大人情 将来 我要你活 你不得不活 我要你死 你也不得不死 第1198章 寿言邀请 谢谢老斋主 拿到老斋主的300毫升升 叶凡又咚咚咚三的响头 随后就最快速度下山 他钻入车里 挥手制止苗蜂王询问 只是让他开车返回医院 时间不多了 叶凡没有去想 怎么还这个人情 也没有去想 老斋主会怎么束缚自己 他只想着 尽快让唐若雪好起来 孕妇不宜针合骨 三婴交内衣通轮 十门针九阴虚计 女子终身无欲身 外有云门病纠尾 缺盆克主人陌身 肩颈身时人闷倒 三里 吉卜人还平 前行途中 叶凡闭目养神 让自己情绪尽力平静下来 免得待会给唐若雪治疗时出错 他还轻轻默念住 竞针医绝 免得跟刚出现 宝尚医院时 本能拿起银针 就想给唐若雪治疗 如非当时及时反应过来 孕妇竞针四个字 叶凡怕会关心 则乱刺路不该触碰的穴位 孕妇能够针九 但却有几大穴位不能失针 一旦乱了分寸 就容易铸成大错 车子很快抵达宝尚医院 叶凡第一时间推开车门出来 他把取来的血交给慕容医生 让他第一时间输入唐若雪体内 让他渐渐衰弱的身体得到补充 随后 叶凡就拿出银针 准备把唐若雪的血激活起来 呜 就在这时 又是几辆商务车子抵达医院 车门打开 急匆匆走出十几个气质不凡的年轻女子 几乎每个人都推着一个行李箱 箱子上面写着各种先进仪器 各种珍贵药物 各种新款珍水的名称 中西结合 叶凡随便扫过一眼 如果箱子内容真实无误 那每个箱子都怕价值过异 财大气粗 接着 一身白衣蒙住面纱的圣女 出现在叶凡面前 赵明月他们微微一正 似乎没想到圣女会来这里 叶凡也是一愣 随后迎接过去 施小姐 叶夫人好 叶凡 师父说 送佛送到西圣女跟赵明月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就盯着叶凡开门见山 唐小姐现在怀有身孕 你又乱了分寸 如对她救治很容易失手 失真是一旦错了位置 触犯孕妇针灸禁忌 很容易 一失两命 所以师父让我过来给唐小姐失真 让三百毫升的血发挥最大价值 这最后一步 是你自己来 还是我来 她的毛子一如既往冰冷 只是比起前几天的戏血 这一次多了不少怒意 显然叶凡抽走老斋主三百毫升的血 让她非常愤怒 叶凡思虑一会 微微弯身 你来 她已经压制了大部分情绪 但依然无法保证治疗中能稳住心神 她面对唐若雪时很容易失去控制 她决定让圣女对唐若雪进行诊治 圣女微微一正 没想到叶凡这样信任自己 毛子怒意消散了几分 随后 她就带着众女拿起药箱走入急救室 闲杂人等 不得入内 圣女让人关闭了急救室大门 还留下两名女伴扼守门口 叶凡 喝点苏打水 在走廊重新恢复平静时 赵明月才找到插嘴的机会 递给叶凡一瓶苏打水 还好奇问出一句 你是怎么 拿到老斋主的三百毫升血 她至今都无法想明白 叶凡这么短时间就见到老斋主 还说服她抽出自己宝贵的血 在赵明月的认知中 能让老斋主这样做的人 天底下估计只有楚帅和老太君两个人了 我去的路上 跟东叔取经了叶凡笑着解释一句 去到旧柜 死缠烂打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在上有老 下有小麦麦惨 老斋主厌烦我这种无赖作风 又不愿佛门圣地见血 就抽了三百毫升的血 打发我滚蛋 当然 过些日子稳定了下来 我要捐个十亿八亿 好好回报叶凡生怕赵明月担心 就没有告知自己是一命换命 他这后半辈子 几乎被老斋主捏死了 没点正经 赵明月没好气敲了叶凡一记板栗 他知道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只是看叶凡不想告诉自己 他也就暂时不追问 等唐若雪稳定了 再去打听双方的交易 叶凡 月底是你爹五十大寿 你到时也一起来参加宴会吧 或许是为了缓解叶凡焦虑情绪 赵明月轻声一句 他对你很欣赏 你到场跟他说一声 他会很高兴的五十大寿 叶凡微微一震 随后一拍脑袋 想起叶天东月底大寿 他看住赵明月笑了笑 天书大寿 必定很多大人物前来 一个个非富即贵 我这个小医生去不合适吧 叶凡多少有些抗拒那种大场面 跟那些 不相识的人虚与微疑 还不如在金之灵多看几个病人痛快 你是我前儿子 也是他前儿子 去贺寿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赵明月 一挽叶凡胳膊 那天刚好是星期天 金之灵也不开管 你就过去给你前爹 长长面子吧 也好让众人知道 他有一个出色的干儿子 他目光吃热 不然大家都私底下 笑他只会养叶天赐 这种扶不起的阿斗 看到赵明月这样热情 和坚持 叶凡最终点点头 好 我到时过去 能让赵明月和叶天东高兴的事情 叶凡还是愿意付出时间去做的 一个小时后 急就是大门打开 狮子飞 香汉淋漓出来 脸上带着疲惫 显然耗费了不少心血 叶凡马上迎接了过去 施小姐 情况怎么样 赵明月也靠了过来 夫人 母子平安 圣女没有看叶凡 只是对赵明月爆出一句 随后就带着女伴 一脸默然离去 走出十几米 她回头望向了叶凡 叶凡 你要记住你的承诺 记住你在通天古寺的一言一行 叶凡叹息一声 施小姐放心 叶凡一诺千金 圣女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继续往门口走去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 圣女一醒就消失无影无踪了 叶凡呆了两三秒 随后转身跑入病房 探视唐若雪 经过输血和治疗 唐若雪气色好了很多 呼吸也变得均匀 叶凡握上她手心的时候 也有了一丝温度 叶凡心里一松 生死时一转检测 确认母子平安 圣女激发出三百毫升血的最大价值 她抓住唐若雪的手轻轻一吻 表达住自己歉意 再抬头 她感觉一模一样 抬头一看 发现唐若雪微微睁开了眸子 她抖动住嘴唇 似乎想要说什么 却一时说不出话 叶凡一握女人的手 轻声安抚 若雪 别怕 别担心 没事 母子平安 母子平安 她流露一丝歉意 你们已经脱离了危险 只要好好休息一个星期 就没事 听到叶凡的话 唐若雪翘脸微微一致 随后泪如雨下 叶凡 对不起 感谢观看